這件事情怎麼說? 美國不是一直罵他的人權嗎? 罵他們那個 結果,美國最近不知道誰回嘴了 他的理由是 我能讓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有著良好的治安 而且安居而言 這難道不是最大的人權保障 沒有為世界代表災難 而你們美國人 到處去製造災難 這是什麼樣的人權? 美國沒有回答 這最近新聞的人有沒有看到? 很有意思 那麼老不惜當年 爭取美國利益參議院、眾議院的支持 可以跟中國能夠進一步的往來 不再是一個競爭者 他所提出的 第一 在這樣的一個廢墟上 他仍然讓十三億人口吃飽了飯 第二 平均年齡 在這麼貧窮的生活線上 他讓他們的人壽 人的壽命 平均七十一點幾 他們的社會治安 達到受損 所以這樣子一個巨大的 生命潛力的社會 我們能夠不跟他交往嗎? 這是老不細心的 國家選擇 國家的資訊報告 所以讀中國經典 其實是自我認識 而為自己的未來 我管理我們的子孫 那路還沒有完全走上這條路 我們應該就 更堪不上 在近代去注意這條路 這是中國近代的一個很大的缺陷 我們這裡就是燃燈者、點燈者 我們也不敢說能做什麼 就點著燈不讓它滅掉 或許有一天大家看見 就像我剛才提出的 何以半仲淹在北宋 國家快破產了 它以這麼高明、這麼緊急的轉化 一切移 簡單講就是燃燈者不非 其實不應該用這個詞來 結果跨了 它所有提出的辦法都是有效的 如果真的是燃燈 我們今天馬利亞中國人就這樣說 他在人事上搞不好說 他就失敗了 沒有人跟他合同 問題是何以沒有人跟他合同 那就是想的吧 我們都太大的心 實際上他違背整個的社會的情報 所以這裡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值得大家注意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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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